每一个党派都有好有坏 不应该一杆子打漏一船人 如果侯市长要在这边点名 批判任何一个组织 应该要有具体的事实 第二个 当你在谈能源政策的时候 你应该要先回答几个问题 第一个你为什么当市长的时候 反对合一合二言议 结果你现在要选总统 不仅仅合一合二言议 你合三都要演绎 合四还要重启 跟大家说明清楚 第二个你要跟社会大众讲 如果国民党这么清廉 那你应该说明一下 为什么云林县议会的议长 会涉及利能的社会案 而且这个有检察官侦查在案的 另外 柯主席喜欢谈他的财政纪律 他刚提到说他还了五百七十亿 但是他应该看看 他的八年那五百七十亿 刚好集中在某一年 不像台南市 是平均分配 用制度面来做到财政纪律 台南市的财政纪律 台南市的财政纪律远远比 新北市要来得好 你也可以看看 你做了哪一些建设 我做了哪一些建设 我花出了多少钱 以台南市的财政 我有办法还到两百亿之多 而且留下了许多的经费 给后续的市长使用 另外我们再来看看中央 在蔡总统领导之下 已经还了九千亿新台币 而且我们就即便是特别预算 也要受预算法的规换 我们看这个债务比例来看的话 马前总统交给蔡总统的时候 是32 33 现在才26 27 我们整个总债务占GDP来看 包括特别预算在内 其实都比马英九前总统的时代 要来得好 如果柯主席了解你在台北市 所做的建设 然后再看看你有没有使用八个基金 同时为什么集中在一年 你就可以知道 你真正的还债并不踏实 千万不要再说你是最重视财政纪律的 各位父老乡亲 明年的大选是进步或退步的选择 也是信赖台湾或是依赖中国的选择 更是民主或专制的选择 关系重大 因此我邀请萧美琴大使搭档参选 赖萧佩具有三层重大意义 第一 对国家都有使命感 第二 代表信赖台湾的国家方向 第三 代表美德双权 稳健 向前 侯市长 赵张康先生说 他把副总统当成总统再选 他提出的证件 侯市长也照单全收 他说你愿意把总统的职权 分享给他 就年执政后 民众党可以入阁 也是由他宣布 我们看不懂 究竟谁才是总统候选人 民众无法接受 副总统破坏宪政体制 架空傀儡总统 我也要提醒你 总统是不可能有保姆的 侯市长 我突然想到 顺带问你 美中台的136指的是什么 可主席 你主张内阁制 你应该知道 内阁制的国家是虚位元首 也没有副总统 你为什么说 副总统要监督总统 你若当选总统 要冻结考捐两院 又要去立法院背询 不是咨询 这些都是在扩充总统职权 这个都跟你所主张的 内阁制背道而驰 特别是 蓝白河的过程 已经充分看了出来 所谓联合政府 根本不是为了国家 也不是为了人民 其实是为了政党的利益 目前各种民调都看得出来 希望哪一个政党执政 民进党赢得最多数民众的支持 百分之三十几 赞成国民党重返执政的二十几 希望民众党执政才十几 同样的角度来看 反对国民党重返执政的高达七八成 反对民众党执政的高达八九成 所以蓝白河可以证明联合政府 是建立在虚空的基础之上之外 也证明只不过是联合 次要的敌人 打击主要的敌人 另外中国公然界选 进行战争与和平的大外宣 企图用战争恐吓台湾人民 扶植亲中政权 但大家想一想 中国发动战争 早在1949年古龄头战役 1959年八二三抛战就已经发生 这都是在民进党成立之前 也是在我们三个人出生之前 换句话说 中国要并吞台湾 是他们的国家政策 争取世界霸权 不是哪一个政党 或哪一个人 有什么主张所引起 也不是你们全盘接受中国的主张 就有办法阻止 中国在联络吃药的敌人 打击主要的敌人 吐死狗喷 阴见不言 不要傻傻地跟着中国定义台独 也不要跟着中国一直检讨 受害的台湾 侯市长 柯主席 在中国的眼中 我们三人站在这里参选总统 通通都是台独 你们接不接受 如果你们接受 这就是台独 难不成 你们是在选特首 侯市长 中国片面公布 台湾构成贸易壁垒 原本是在明年才要完成调查 现在提前 在国民党 夏立元副主席到访中国 隔天就宣布 我要请问你 这是不是公然界选 你愿不愿意公布 夏立元此行 见了什么人 说了什么话吗 你们有没有理应外合 不要又说别人抹红 柯主席 你怎么会跟国民党签六点协议 背后有没有受到威胁利诱 你为什么事后又反悔 不但你自己哭了 全家人也都哭了 社会担心你签错政党协议 只是你全家哭 如果你担任总统和中国签错协议 是全国人民都要哭 你愿意说明吗 各位乡亲 国家应该走对的路 我要请大家回顾一下 如果八年前是其他路线赢得选举 那经过八年来 国内外的挑战 台湾会变成什么样子 当美中贸易战突然来临 台湾如果有和中国签订服贸 货贸 那我们的企业会不会被制裁 但好险没有 我们现在骄傲地拥抱世界 未来我更会让台湾的产业 在民主世界供应链中站稳脚步 当疫情无预警爆发 我们对两岸的人流物流毫无防备 台湾的疫情会有多严重 经济又会受到多大的冲击 但好险没有 我们从公阻绝疫情的扩散 更不用提同婚还在争执 社会安全网没有成绩 也可能不会有永英新制高叫机 和海昆军舰 但好险 这些可怕的如果 通通都没有发生 因为八年前 我们选对的人走对的路 八年来 台湾确实有很多改变 也许民进党做得不够好 做得不够周全 但民进党会检讨改进 我也要同时感谢台湾人民 给我们机会 我们没有威权基因 也不是一人政党 我们很清楚 权力越大 责任越大 下一个政府该做了 不是把这些改革推翻 回到九二共治 回到薪资成长停滞 没有老幼照顾 没有社会住宅 没有昏运贫权的三十年前 下一任政府该做了 是要把这些政策 好好推下去 不够完善了 我们把问题填起来 起步凌乱了 我们找出决策来改革 各位父老乡亲 1月13号 我们一定要出来投票 总统副总统登记2号 赖清德肖美琴 区立委支持民进党 提名的候选人 政党票支持民进党